据报道,朝鲜31日发射了宇宙发射题,但因发动机问题坠入航海。 韩国和美国等国家指责朝鲜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中方对此有何立场?谢谢。 半岛局势出现当前的局面,脉络是清楚的,也是中方不愿看到的。 防止形势继续下滑的唯一出路是各方正式半岛和平机制缺失的证捷。 按照双轨并进的思路,重启有意义的对话,均衡解决各自的合理关切。 我想指出的是,美方长期平反派舰机对中国进行抵径侦查, 严重危害中国的国家主权、安全。 这种挑衅性的危险行动是引发海上安全问题的根源。 美方应当立即停止此类危险的挑衅行动。 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的主权、安全。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长期以来中国媒体记者在印度遭受不公正歧视性的待遇。 2017年,印方毫无理由地将中国驻印度记者的签证有效期缩短为三个月甚至一个月。 2020年以来,印方拒不审批中方记者赴印度的常驻申请。 更有甚者,2021年12月,中国广播电视总台驻印度的记者, 在签证有效期还有两个月,任期还有半年的情况下,被印方要求10天内离境。 至今,印方没有说明理由。 不久以前,印方又拒绝为总台唯一的一名驻印度记者延期签证,迫使其离境。 目前,中方最后一名驻印度记者的签证也已经过期。 面对印方的这种长期的无力打压,中方不得不采取适当的反制措施, 维护中方媒体的正当权益。 但是我想强调的是,中方仍然愿意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 同印方保持沟通。 我们也希望印方能够同中方相向而行, 认真回应我们的正当关切,尽快采取实际行动, 为恢复两国媒体的正常交往,创造有利条件。 中方刚刚发布了泰国公主石灵通即将访华的消息, 能否进一步介绍此访有关安排,中方对此访有何期待。 中泰手足情,绵延千秋好。 中方热烈欢迎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 友谊勋章的获得者, 石灵通公主殿下即将开启第五十次访华之旅。 我们相信此访将成为中泰友好交往史上的一段佳话, 进一步丰富中泰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内涵, 谱写中泰一家亲特殊情谊的新篇章。 访问期间,中国国家领导人将会见石灵通公主, 并共同出席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举办的 公主第五十次访华的庆祝活动。 除北京之外, 石灵通公主还将访问广东。 美国以所谓涉毒品犯罪为由, 无理制裁中国实体和个人, 严重侵害有关企业和个人的合法权益。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美方这次制裁的借口是中国的有关企业和个人, 向美国和墨西哥出口了亚片机和亚柱模具。 众所周知, 这些都是普通商品, 在国际和中国均不受管制。 国际贸易中防止有关设备流入制毒渠道的责任在进口方。 比如一把刀, 可以切菜, 也可以杀人。 如果有人持刀行凶, 该受到制裁, 该受到惩罚的, 是持刀行凶的人, 还是这把刀的制造商? 我想道理非常清楚。 美国毒品泛滥的问题根源在自身, 美国大搞单边制裁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 只会为中美的合作制造进一步的障碍。 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的措施, 维护中国企业和个人的合法权益。 下一个问题。 反正好, 塔斯社地址提问。 塞尔维亚总统吴吉奇昨天会见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承波。 吴吉奇总统请求承波大使向中国领导层转达在科索沃和 美脱西亚问题上影响国际社会的警求。 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瓦家部能否进一步介绍有关情况? 谢谢。 昨天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应约会见了吴吉奇总统, 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交流。 中国和塞尔维亚是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 中方一贯支持塞尔维亚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努力。 当前形势下,应当避免紧张局势加剧, 维护西巴尔干地区的和平安宁。 还有其他问题吗? 今天的记者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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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谢谢。 谢谢。 。 。